澳大利亚环球小姐竞选名单丑炉,不光颜值高,学历也高,近日,媒体公布了澳大利亚环球小姐的竞选名单,其中包括艾米利托克·艾米利托克·艾米利托克·芳继斯卡洪·弗比·康普顿·瑞巴·康普普顿·塔莎·塔莎·罗斯·塔莎·塔莎·斯敏·斯特林格·杰斯曼·斯特林格·杰斯曼·斯特林格·艾米利·迪克森·艾米利·蒂克森·哈·汉·鲁巴特·Tayn Rubat·在这次竞选中, 他们将各显神通,向最后的澳大利亚环球小姐发起猛烈进攻,在他们中你更喜欢哪一位呢? 这位来自堪培拉的黑发女郎名叫艾米利托克,她是目前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一位,据悉,她今年只有20岁,然而她却同时有着商学和法学博士的学位, 在比赛中,她为儿童玩具慈善协会,筹集了21万元人民币32,800美元,是参赛者中筹集资金最多的一位, 这位来自悉尼北部的混血女孩名叫邦继斯卡红,目前正在悉尼大学攻读出版硕士学位,在这之前她拥有着艺术和社会学学士学位,她对每种动物都十分喜爱,然而不幸的是,她对大多数的动物都过敏, 这位来自新南威尔市的参赛者名叫卢比康普顿,今年20岁,受哥哥脑部康复手术的启发,她目前正在攻读里,聊荣语学士学位,并希望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,来帮助神经衰弱患者, 在她小的时候,她曾患有罕见的布朗特病,这导致她的腿严重弯曲,但是这并没有使小卢比退缩,甚至在她四岁的时候,她还爬上过乌鲁路,这位名叫塔莎罗斯的参赛者,同样来自于新南威尔市州,在她出生的时候,她的右脚和脚踝畸形,而在经历了三场手术之后,她终于能正常行走,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,她患上了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,而目前,她正力用她的这些患病经历,来帮助更多的患有该病的人,这位来自昆士兰的21岁美女,名叫贾斯敏斯特林格,是一名三年级的教育学士学生,同时也是一名兼职模特,她十分热爱马术,还经常会参加一些盛装舞会, 在2015年,她的一位朋友死于家庭暴力,而在那之后她一直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,她十分想获得这场比赛的卦军,依此来宣传这一议题, 这位在泰国长大的参赛者名叫艾米·里迪克森,她从12岁起开始做模特,14岁开始进行各种出国旅行, 这位参赛者名叫塔汉·鲁法特,她曾在2013年和老大哥的竞争中,排名并列第二。